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修线的颜色分别为白色 浅灰 深灰 黑色 浅蓝 深蓝 纯色 深黄 还有我们的浅黄色 首先我们先拿出我们的深灰色修线 我们先来重置体额的面部 我们这里的修线都由六谷组成 我们使用的时候需要拆散出其中的一根还是就使用 我们将修线拿在手中 从开头的位置这里我们先起一根线 我们用左手呢 捏住我们的线的开端 右手呢先先将线抽出 这样了我们线就挑出了分别出来了 我们这里的抽线是需要一根一根的抽取 我们将线抽出之后将手里的线放置到一旁 不要丢失 接着我们将起出来的这根线穿到我们的针红上 将针穿过来之后 开头和结尾的位置这里我们要将线对齐 然后在结尾这里我们进行打结 这里打结有固定的方法 大家必须要能将线进行固定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使用深灰色修线 大面修两固线我们来红制线部 我们这里呢可以在任意点向上出针 我们出针的时候呢 要沿着我们印制的线条这里进行出针 红制过程中呢 我们先要要标印制的线条给盖住 这样缝制出来的成体才会更加的美观 这里我们要将线楼树下的进行排列 每一针都请挨着上一针 下面呢大家就按照排行线的方法 我们来交这个整齐两部的团案部份 先充完整 我们这里在缝制的时候呢要注意 我们的要填用这里呢是要空出来的 我们只缝制它的面部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这边一边线 剃完之后,我们需要将削线在电源进行输出打结 我们将削线,我们将针调整小部分的削线,将针通过 我们的线后面有一个线圈,我们将针从后方的线圈通过 将针通过后方线圈 然后我们将线接收紧,这样就是我们在线里的打击方法 这里我们打击的方法不固定,大家只需要能在电源上线固定住就可以了 下边了,我们将换上新的削线,然后我们继续纵制 接下来的这个方法和我们精彩的手法都是相同的,这就不一样打击自演示了 我们的面部缝制完成之后,接下来我们取出我们的深黄色线 这里我们同样需要取出其中一根来继续使用 接下来的冲线以及换线就给大家重做演示了 这里我们同样是使用两固线 再继续这个方法,我们来进行制作 这里我们需要横向的缝制 在港 indicated by the same family 这个方法就像是幼稀罕 知道 Spotify 然后拿一下 我在 End 当时演示的方法 再继续刷 好 我可以可以啊 它具体制作 我们可以做一根来继续远的继续 还有可以啊 是 我现在发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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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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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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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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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缝织 鸡鹅的背包部分 这里的粉色我们去使用 全粉色来缝织 包包的部分这个方法是相同的 我们包袋这里 使用写上的进行缝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包袋缝织完成之后 包身这里我们要塑像的缝织 下方这里我们需要横向的进行缝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再挤出深蓝色一股线 我们来缝制西包的边缘部分 这里呢 我们粉色的鞋我们使用的是真粉色线一股线 同样两个都是回生剧的这个方法 我们挤出我们的线 我们研究边缘的部分来循求回生剧的制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接下来我们再提醒深蓝色线 我们来缝制胳膊的轮廓部分 这里我们同样使用的是回生剧的制作方法 好的 跟你编程中× 你们乖程中 albo赞鼻鼻梿 太锐كم了 我们再准备黑色线 两股线更练修 我们来分剧练修 稍后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粉色小气游变专制作方法 我们这里断练修完之后 我们的线是不需要单针的 我们直接来缝制书包这里的斜地鞋部分 我们将针从圆心的中间针上来 我们用左手先捏住我们的线 将针在线的上方从上向下 将针在线上抬要一线 将线在线上抬要一线 接着再加我们的针从出身位置从边下来入线 收紧阶上的天线 将针上打穿突 这样我们一个结尼锈就制作好了 结尼锈制作完之后我们在变脸收针打鞋 将线剪断 这里我来使用黑色先来一代演示一下 我们粉色小气游变专部分 如果进行峰制 接下来边面的缝制 我们正面的这个方法就是 是相同的 大家在这里能看我们正面的缝制 我们将对面制作完成就可以了 我们之后的采键已经分合 在下一个视频